《武神主宰》第5727章 谁是棋子? 作者,按摩师 你不能杀我,我乃是天族麾下 扑! 那左飞一句话没说话 秦晨随手一指,一道无形的大道之光便是洞穿了他的额头 将他的神魂直接剿灭,当场身孕 临死前,他瞪着双眼,死不瞑目 宇宙海,混沌气激荡,看着秦晨弹指间就将天罚拥兵团的左飞团长灭杀当场 所有人都呆立住了,一个个好似当场荡击了一般 那左飞先前展现出来的实力,堪称绝望 强如拓拔老祖这样的三重超脱强者残魂也无力一战 然而便是这样的强者,在秦晨的面前却犹如带在羔羊一般 那种强烈的冲击,深深震撼住了在场每一个人 虚空中,左飞的神魂破灭,无形的魂光散逸间 一道记忆之光被秦晨瞬间射入手中 在秦晨的目光下,死人命运的一切经历都无所遁形 尽皆被他窥探看清 石山血海 在左飞的记忆中,充斥最多的便是他们天罚拥兵团 在整个宇宙海烧杀掳掠 在宇宙海的偏远地区 一个个的文明被毁灭,一个个的星域在燃烧 星球炸裂间凄惨的哀嚎声不断回荡 如厉鬼嚎叫 那火光倒映出来的 是天罚拥兵团无数强者们肆意猖狂大笑着的脸 火光灰映像是有鲜血流淌 映红了一切 此外 还有左飞他们在一个个文明间的作恶画面 无数赤裸的女子被一根根的大道锁链串着 如同狗链一样 变成货物 在宇宙海中贩卖 流通 而男性生灵们 年纪小的有天赋的 和一些身强力壮的 则被贩卖出去 用来挖矿 苦力 甚至给魔修炼魂 修炼 而一些老弱妇孺 则是被开膛破度 当场屠杀 毫无人性 甚至已折磨这些人取乐 畜生 秦晨目光冰冷 心中杀意沸腾 这些佣兵根本就不知道人性是什么 哄 秦晨抬手 无数滚滚的超脱之力 融入天地 融入这混沌之中 经由混沌进化之后 再进入到初始宇宙之中 冥冥中 众人感觉到初始宇宙的天道 似乎变强了许多 身上原本无法提升的修为 竟是跃跃欲试起来 这些天罚佣兵团之人 虽然作恶无数 但他们的本源 却是大补之物 壮大着初始宇宙 哇 而这时 远处的金字塔 和诸多非洲 此刻竟是骤然动了起来 空间光芒闪烁 竟是要打开虫洞 穿梭虚空 逃离这里 虽然左飞他们陨落了 但这些金字塔中 却还有后勤人员在 此刻全都惊恐无比 仓皇而逃 死 秦晨抬手 眼眸冰冷 右手轻轻按压下来 一道无形的力量弥漫 看来 请客间 金字塔和那诸多非洲 全都停了下来 里面 原本还活着的诸多天罚 佣兵团成员 进阶灰飞烟灭 尸骨不存 嗯 秦晨看了眼那金字塔所在 一抬手 下一刻 几道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正是被囚禁起来的 司空阵 临渊至尊 司空安云几人 暗 暗大人 黑暗之母大人 看到秦晨 司空阵等人一惊 旋即急忙道 大人小心 由宇宙海强者来袭 要进攻初始宇宙 我黑暗一族已陷落 大人赶紧离开这里 不用说了 秦晨白首 所有事情我已知晓 你们放心 那些人都已经死了 你们安全了 死 死了 司空阵等人 正正看着四周悬浮的金字塔 和诸多非洲 那虚空中 在不断动荡的超脱之力 让他们瞬间明白过来 先前所发生的事情 死 内心瞬间涌动 无尽震撼 你们辛苦了 秦晨看了眼 身受重伤的司空安云等人 这才从先前的激愤之中 清醒过来 一抬手 嗡的一声 一道无形的力量 笼罩住几人 在几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司空安云几人身上气息 迅速恢复 甚至连拓跋老祖 原本即将崩溃的残魂 也是稳固了下来 逍遥前辈 这些天罚拥兵团的战舰非洲 就交给你了 你来安排一下 里面有天罚拥兵团所掠夺 来的诸多宝物 秦晨对着逍遥至尊开口道 逍遥至尊一脸感慨 秦晨 这些就交给我们吧 他看着秦晨 难以置信 当年还在他身边跟着战斗的年轻人 如今竟已有了这等实力 这真的是 哎 还是得有后台啊 诸位还请一同收取这些战舰和非洲 秦某 先去处理一些事情 回头再人蒙城 我再和诸位碰头 秦晨对众人点头道 陈少你先去忙 众人急忙开口 秦晨点头 旋即带着思思几人 一步跨出 骤然消失不见 初回初始宇宙 他最先要见的 自然是古地前辈 因为他有太多的疑惑 还没有 弄清 哈哈 兄弟们 这些非洲可都归我们了 走 咱们赶紧去看看 不等逍遥至尊开口 洪荒祖龙已经第一个冲了上去 他来到一艘非洲前 左摸摸又摸摸 一脸的爱不释手 泽泽 这可都是宝贝啊 洪荒祖龙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能在宇宙海飞行的战舰 别说初始宇宙没有 就算是南十三星域 怕是也没几艘 特别是那金字塔 这可是超脱极限级的战争堡垒 飞地级无法攻破 这天罚佣兵团能在宇宙海纵横 此战争机器 怕是占据了不少功劳 拓跋老祖感叹 他当年在宇宙海南新域的 霸扬军团任职 毫不客气地说 这么一艘战争堡垒 也只有军团队长级的高手才能拥有 整个军团有诸多小队 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军团 一位军团长便是地级高手 掌控地级机械秘宝 融合诸多小队质宝 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整体 镇守一方 此刻 众人都来到这金字塔前 此物恢弘 防御无比坚固 若非是陈少出手 以在场他们这么多人的实力 怕是根本破开 这机械秘宝的防御 而以众人现在的实力 想要将其炼化 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众人惊喜收获之时 秦晨则是带着思思几人 瞬间来到了虚空潮溪海的所在 小友进来吧 当秦晨降临虚空潮溪海的瞬间 根本不需秦晨开口 就听到一道声音响起 下一刻虚海之中 浪涛涌动 出现了一个漆黑的通道 通往无尽的虚海深处 仿佛在攻迎秦晨一般 秦晨一步跨出 瞬间进入通道之中 如今 秦晨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虚海了 但是在见到虚海深处的场景之后 秦晨还是忍不住震撼了 只见在那虚海尽头的浩瀚天地中 古地前辈还是盘坐在那里 浑身被一条条的锁链捆腹 如同一尊神之一般 永恒不灭 可在他背后的浩瀚天地间 原本无数坐卧的尸体 此刻竟是全都活了过来 化作了一尊尊辉红的身影 静静站在古地的身后 如同铁甲雨林 有窥然不动的铁血气质 杀意沸腾 浩瀚冲天 这些正是当年古地前辈所说死去 的古族麾下 如今却全都苏醒了过来 像是从坟墓中走出的远古强者 每一个身上的气息都极其可怕 若非是这虚海虚空极其惊人 蕴含特殊大道规则 能压制住他们的力量 他们中的任何一种 出现在南十三星域 都能让整个南十三星域震动 大道承压 毁天灭地 并且 古地身后助力的己人 正是秦晨之前 在死灵长河核心本源中 见到的 那四尊死灵雕像 一个个身上气息内敛 但却据是巅峰大地修为 那气势在复活之后 竟是不逊色于 触摸到半部神地的冥藏大地了 比之死灵雕像之时 竟还是强上了许多 诸位 见到小友 还不行礼 古地一挥手 前方虚空出现一片干净的空地 同时对着身后的诸多族人沉声道 我等 见过大人 伴随着古地话音落下 诸多古族强者当即对着秦晨攻身行礼 声音如雷 震撼不已 须知 古族复活的每一尊族人都是大地修为 且是大地中的佼佼者 这么多大地一同行礼 哪怕是经历过冥界战争 还是让秦晨等人为之震撼 古地前辈 你瞒得我好苦 秦晨苦笑 拉着思思几人在空地上坐下 一脸无语说道 哈哈 秦晨小友此言何意 古地笑了 声音爽朗 开怀大笑 秦晨苦笑道 前辈早知冥界中的一切 却不明说还让晚辈闯荡冥界 晚辈差点遭到威胁 难道不是瞒着晚辈吗 还有 当初晚辈前往冥界前 前辈还让晚辈先行融合天界本源 现在回想起来 是因为只有晚辈融合天界本源之后 才能在冥界直接沟通天界 而前辈才方便从天界通过混沌星河 降临死灵长河 出手遇敌吧 而前辈的目的 也是为了完成当年名神和前辈的承诺 让自己麾下族人再度复生 晚辈倒像是成了棋子 被前辈玩弄鼓掌之中 前辈你说 你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秦晨一顿输出 怨气重重 哈哈 闻言 古地却是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小友啊小友 你这家伙 可真是鸡贼 什么你是棋子 我玩弄你鼓掌之中 明明是我才是你们一家的棋子好吗 古地幽怨开口 本章完 我们下地的棋子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